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军武器言,你节目主持Larry 这一节世界防御消息,我们都想说少许瓦兰的东西 今节会跟大家讲一下,英国那边也有些军事配套将会放到瓦兰 包括之前也说过星光防系统,N-Law等等,飙枪和飞弹 现在因为乌冬的大决战,将会有更多武器送到 包括我们稍后会讲,一架装甲车,上面可以做一个防空系统 包括星光防空系统,变成一个流动防空系统 可以放到乌冬就会好帮到手 另一个已经说了很久,就是一支反舰飞弹 这个型号将在乌克兰做反黑海舰队一个很重要的武器 但这个武器也说了很久,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讲讲 但在开始之前,大家记得帮忙按个like 你的like可以帮我们上一些热门节目,推荐频道等等 所以大家的帮忙是很重要的 另外如果你还没按铛铛,也请你按它 最好按全部,就一次过可以接收我们推出的讯息 今天除了我之外,我们还有Anson Lange Anson Lange,你好 你好,Larry Hange 是的,我们事不宜迟 先讲讲这个news 英国其实都已经很早了,我想都差不多整个月之前 不是都三个礼拜了 就是说会给反舰飞弹,就给挖兰铛 但是大家一直都猜不到,会给什么呢? 我们什么都猜过了 例如会不会给余叉呢? 因为我们之前想过,余叉都放了很久了 还有有些都不知道是不是 你看到它们连二三营都不是价格有的 上次就好像是HMS Kent 它里面就有余叉,接着也很多没有了 你想想,接着就潜射余叉,除非 但是潜射营就没用了 二三营应该有余叉的 但是四五营的Badge 1就没有余叉了 Badge 2才有余叉的 是,所以就真的不多 还有可能也太久了 即将来也要退 所以我们一直都猜可能余叉 但是如果余叉之外 是不是还有些choice呢? 近期Anson Ling也有提及过 有些的型号可能都会跑出来 是的,那这次就直接不用猜了 这次是Boris Johnson自己亲自说的 那就是看回路透社的报导 Boris Johnson就被问到 究竟你是给什么导弹乌克兰? Boris Johnson说 我现在看就是给这个Brainstone 给这个乌克兰 看看可不可以配合到他们的载据 那就是呢 其实他就是在说这个Brainstone Brainstone是什么? Brainstone是一个family 多用途可以是对海或者对陆都可以 还有一个高精准度 如果有Brainstone II开始 但是Brainstone II就有一个问题 因为Brainstone II 其实都对于给这个RAF 都好一个专门设架 它基本上呢 之前只有台风和龙鸟封战机 可以用到Brainstone II 那他就没有做过很多其他的一些适应的设计 适应的改良是没有做过的 反而呢 去到现在最新型的Brainstone III 就才可以是一个多载据 台风也射得 F35也射得 在陆上发射也可以 在海上面发射也可以 而Brainstone III 我觉得最大机会就是给乌克兰 因为其实呢 之前在2020的时候 就是这个CSG21 在2021年 就是在这个Defender的后甲板上面 英国和乌克兰签了一个海军合作协定 其中呢 英国帮乌克兰做白手的导弹快艇 而白手的导弹快艇呢 它们上面会搭载的 应该就是Brainstone III 一个反栏或对陆攻击导弹 那Brainstone III 它那个射程呢 有什么呢 之前今天下午呢 这个Larry Hing和Simon Hing 做过直播都说过 其实NBDA 它自己就说 Brainstone III 它的最大射程是100公里 然后RAF呢 就说140公里 那最大射程呢 都是不知道的 那现在暂时 NBDA是100公里 RF是140公里 那暂时最高都 猜猜猜猜 就真的不告诉你 那它的好处就是高精准度 它可以有三个模式去控制的 它可以用一个叫做MMW 一个是Millimeter Wave 就是一个很短波长的Active Radar 一个主动的雷达控制 荣米波林达可以做导引 是 是 然后有一个就是可以用一个Laser 导引也可以 或者它可以用INR导引也可以 INR就是战机发射 那它只要一 任何一个做到导引就可以了 而且它自己的弹头 是不需要做一个末端的 因为它的弹头是一个Smart的弹头 它可以自动去搜索一些 它们预定了的目标 预定了的目标 如果是对纳的话 它是会专门去针对一些高热 或者是一个高雷达波 就是说武器系统 或者是一个雷达系统 去进行攻击 那因为在英国它现在的 反舰导弹的concept 它觉得其实反舰导弹 未必真的需要把你的手机舰激沉 那它只要呢 将你的手艰激沉 是一个叫做out of action 就是说打残到你 令到你没有作战能力 已经足够了 那而Spaire Spaire 3 或Brainstone 3 Depends你是空射 还是绿射 或者是海射型 就不同的称呼 同一个弹体来的 那它主要它的发展的原理 就是希望做一个叫做 封困攻击 因为其实呢 Brainstone 3的弹体很小 那它的射速是音速1.3倍 那射程体100还是140 还是更多一点 那你Depends 总之都是一个叫做 中远程的导弹 对陆 或者是对海 但是问题是呢 因为它弹身很小 它是一个导弹发射架 在台风 或者是Apaq 可以用的 Apaq的导弹发射架 这一个呢 可以放三飞 那你一个正常的导弹发射架 可能只是可以放一支 鲍鲁炸弹的 或者可以放一支 Signwinder 或者可以放一支 Meteor的一个 绑通的导弹挂架 可以放三支 那其实它都不是一个很大的 但是不过呢 当你这么多支导弹 就是飞进去做一个饱和攻击 那Brainstone之后 它会有一个叫做EW version 就是一个电箭板 那它就希望用来 癱瘻对方的防空系统 那它最终的目标就是 可能是射了几匹EV过去 癱瘻了防空系统 或者半癱瘻之后 整堆的Brainstone 3 飞进去一个目标 就是希望饱和攻击 令到你不动得 不功能 就够了 那这个是Brainstone 3 它的设备概念 但问题是 就是要怎么改装 那首先就是说 本身英国做给乌克兰 那八艘的导弹快艇 本身打算装 但问题是 这八艘的导弹快艇 是没交货的 刚刚开始做的 那所以呢 在Boris Johnson都说 他要想办法 如何把它放进去其他载具那里 那因为现在Brainstone 3 英国是收货 但是未完全去服役的 那它就是部署了在亚伯奇 以及在台风上面 那问题是 亚伯奇和台风 都是乌克兰 没有的军备 那但是Brainstone 3 可以在陆地发射 也都可以在一些 车 可以发射到 或者是其他一些 艇仔发射到 可能这个就是英国送给它之前 看看可不可以做一些改造的了 那而Brainstone 3 除了对于海的打击之外 其实它对陆的打击也非常之好 因为它的弹头不大 那它的弹头不大 原因呢 就是说 可以当它对陆被攻击的时候 可以做得更少的collectual damage 就是一个群带的伤害 所以其实它呢 除了被了乌克兰之外 除了打一些黑海艦隊的目标之外 其实它可以 作为一个反坦克的导弹 当备火般用奥特的 那可能是远距的地道火 百多公里的地道火 那可能是打击一个坦克 或者是一个坦克部队 来的时候 可以整群Brainstone飞进去 那如果它在三样导引齐集之下 它的增长度是以厘米去计 那如果在单一制动的情况之下 它的误差范围只有1米左右 它的升进度也非常高 而且它不是用GPS导引 它是用一些主动表现的导引 所以它被人闪的危机 它的机会是小了很多 那变成了这种飞弹 因为都多权多艺 你又可以是对海 又可以surface to surface 又可以对陆 甚至乎 坏点来说 拿它来打一些反坦克又可以 这些叫出水能游 入水能跳 即是什么都可以 打坦克游 打反栏就可以了 那变成这一只 只是比这一只本身 就已经可以有很多用途 射程又够远 真的相当好玩 现在最大的问题 可能是Boss Johnson所说的 就是解决载具的问题 在哪里开始发射呢 所以这个我相信 很多国家都在想 武器融合 可能今次真的要看看 英国搞某一点 可以把这个导弹 放进去 很可能在自己的载具上 是 而且它配合它自己的反栏飞弹用 就是刚才他们说的海旺星 再配合传统那些 那变成了可长那段 还有看他们怎样去组合 不过呢 就是说起上次莫斯科号 就是这样沉一沉 那我觉得是 第一可能他们就比较轻敌 但是未来可能都令他们 逼退在那个海岸线 就是某一个距离 令他们没那么敢走过来 还有最重要的是 莫斯科号最搞笑的 就是其实它本身 就是一个防空的一架 一架南船 还有很大架 就是它里面有S-300系统 就是拿来做防御 竟然防空就被人这样打 那你想想 静下那些船 还怎么敢走过去呢 就是没有这个理由 其实莫斯科号 它被人击沉 你看看一些照片 看到那些近防武器 是一个未启动的状态 S-300那堆的 Silo 就是那堆的弹坑 全部都关掉了 其实我觉得它沉那时候 是没有任何反应 可能我怀疑不是一个 Battle Station 即是不是一个全力的作战崗位 可能雷达没有人看着 之外 被人击中 那这个是有点像 当年福克兰 HMI Sheffield 被这个Exercept 击中的时候 也是同一时间 因为它绝对卫星通讯 Block了一个雷达 看不到 又是没有击击的情况之下 被人击中 那你看看那些照片 很明显是莫斯科号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做音卫星通讯被人 阻碍了 还是可能轻敌 本来没有想过 Exerceptor打过来 没有开雷达 不知道什么原因 总之它被人击中 那时候 它那个防火系统 是没有启动的 我想是人员训练的 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都在之前分析 就是照计的硬件 就不应该这样被人打发 硬件上 它们的硬件 它们有我们说的搜索雷达 就是追踪雷达 火控全部齐 它们都算是360度 很多人说不是的 它的火控是180度 不是的 就是这样说 其实它都一定是齐的 一定是360度覆盖 只剩下人力训练 包括首先 大概当时发射 去到它们击中 大概2分钟 给它反应的 虽然是短的 是很短的 但是你也会有 最少 可能你没有远程的飞弹 你也有忠情 甚至近迫的系统都会开动 或者可能CIC 那时候不是Fully Man 有机会 都有可能 所以这些 我们也要之后才知道 但是我们也有好几个猜测 之后也可能不知道 我会跟你说 也很难知道 神秘色彩都太重要 因为都不会说你不知道 只是说自己 弹药库爆炸 这个是会搞笑的 还有说起 这个Brain Stoner 无人机都可以擠 对吧 我觉得 英国人 真的将这个 这个导弹 似乎 都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 因为连他们的Predator 甚至乎 他们未来的Protector 他们的Protector 就是我们所说的MQ-9的银河 上面都可以用 都挺寄予厚望的 你看到以前 是对海的导弹 应该都是未来的 对陆攻击的重心 相信都是 你见英国的F-35B 都可以使用 我们之前也有提到 Spaire 3的位置 好 这个就是反弹飞弹 另外 今天也有提到 一部装甲车 叫做Stormer 可能我们叫做 风暴 风暴者 这个Stormer 虽然我们不是很索 但这部装甲车 也算是有战绩 也算是很久的 Stormer用了很久的 真的 两次波斯湾战绩 我看到它 Stormer 它是一部多用途的 TRACK 即是一个理带车 可以找兵也可以 或者上面可以安装 星光防空系统 星光防空系统 其实安装在车 安装在地 丹兵用有什么不同 丹兵用在地 那时候 它通常只能 同一时间 去打击一个目标 因为它只有一个Laser Pod 星光的Laser Pod 是用两支Laser 射着它的目标 就算是一枝被闪了 都没问题 而且它的Laser 是一个低强度Laser 可能被人察觉的机会低一点 可能被人照着都不知道 而这个用导弹卡车 就是放在这个 Stormer的背脊 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可以放在Land Rover背脊 因为英国有放在Land R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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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四连装 Stormer 用八连装 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它放在盒背脊 那时候 它的Laser Pod 是很大 因为它是可以 例如它用八连装 它可以同一时间 去打击不同的目标 而那八连装的飞 可以一次过射出去 那可能它一次过 看到上面有几架飞机 几架目标 那就是一架一架打 就一次过射出八架 这个就是放在Stormer背脊的 Star Streets 星文 或是星光 防空导弹的好处 就是放在Stormer上面 就可以多目标的攻击 Land Rover Land Rover 而它更加好就可以移动 配合乌东的战线 有一个移动的防空系统 因为始终它已经不再是一个 堡垒陣地战了 所以它移动的防空系统 是重要的 所以我这个比它 是一个很适合这个时势 所用 其实星文 或星光 这个乌克兰 都开始应得熟 之余其实 这个Stormer 后面是可以放Stormer 都可以的 Stormer都是 被这个乌克兰用到熟透了 都可以的 其实它现在有的武器 都可以放上去使用 所以这个给它 做一个流动的防空平台 虽然那个射程不大 不是特别远 是一个中低空的近程防御 但不过对于这个乌东 打这个战线 都有用 是一个及时雨 但最重要 是尽快找它前线 因为它说比而已 但其实它现在运到哪个位置呢 所以那个运输速度很重要 究竟是否接触 运到前线呢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嗯 还有呢 就是Anson Lane 我们看的就是 它本身是因为力带车 是 是 是 那变成了其实都 会不会都很适合 现在乌东的战场 因为它们的地方很大 是 是 那道路就不算多 所以你看到现在他们呢 就算我们说俄罗斯 就是他们有力带车 或者有些轮式的车 其实大家都在这些道路缺战 基本上 都是在争夺公路战 那现在这个季节 会不会更加适合呢 现在这季节又开始多雨 黎将军又是走出来玩东西的时候 那样 是 你带车对于这个的平原 是一定有帮助的 但是它当然 这辆Stormer 就不是这些前线车辆来的 这些皮薄很漂亮的 留在后一点 前面当然是找坦克顶 是 那可能找一些 现在它现役的TX 现在前面做 那可能做一个部队 一个 进攻也好 撤退也好 那避免它可能被一些低空打击 那时候呢 就可能找一些 中间夹插了一些Stormer 就是带着一些的星光 那可以做一个 小一点的一个防抗网 等到它的坦克可以避免 给一个直升机打击 因为坦克的一个最大的敌人 除了是一些的战机之外 就是直升机 因为其实你看到俄军的进攻 那它在第一阶段受了教训 一个没有空中掩护 没有一个空中偵察的坦克部 因为这部队是完全是一个 给人很好的业务 所以你看到 其实去到俄罗斯 第二个星期左右 第三个星期左右 都很聰明了 你看到它是先找了直升机 去探路先的了 那可能就是 当有一些直升机 看到一些星光 看到一些Stormer 射来射去的时候 为什么会被人击落呢 通常那些都是 去向前偵察一些 为坦克部队开路 偵察 那当它进军的时候 其实这个Stormer 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作用 无论进攻或者防守的时候 或者跟它硬碰 真的决战的时候 都可以有一个最低限度的 一个流动的防空 可以报道的坦克部队 但是区域不行 就处理不了这么大 还有就叫做对付一下 一些直升机部队 我想直升机部队 看到它也应该挺害怕 八联装其实 火力也有差不多 还要是multiple 可能八人升机 一次次都会变下来 是 因为我们说过它里面 就是那个星光 它里面是有三支的 我们说Tungsten 就是乌金属造的 这个类似的标枪 哇 那些真的当你坦克那样打 是 其实它可以做一些 某程度可以反到轻装甲的 这个星光 可以做到轻装甲目标 因为它的弹头的Fuse 是Delay Fuse 是 那你打Delay Fuse 也是预设你打装甲的 因为它的速度够 我们经常说momentum 你的速度够 你的速度够 就是没端速度去到这么快 所以怎么计都是有好够 再加上Tungsten 就是无见不趋的感觉 是的 是的 所以有这两个 就是我们看到 英国今次 就会给到乌克兰 在战场上使用 我相信 无论在南方的战场 和乌冬的战场 现在的Brainstone 什么都好 其实很多这些 N-Law 什么都好 其实在战场上 你要用得好 除了武器 当然后面有一班教官 或者后面有一班 做后励的人 帮忙 所以今次 古哈兰人之所以做得这么好 就是因为他们在很早之前 已经有很多这些训练 包括英国 也有一些部队 进去做训练 这个留待我们下一节 给大家介绍 包括英国的SAS部队 训练 当然很多人都知道 不过现在 是迟了那 是的 直接告诉你 在哪里 我们待会那节 和大家分享一下 包括英国的SAS部队 如何训练 训练他们做什么 还有其实 英国政府 是不是也有点远景 就是说 和乌冬的合作 可以去到什么境界 什么境地 那我们下一节 和大家聊聊 大家也记得 帮忙看看广告 可以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也订阅我们的Patreon会议频道 课金随缘 包括银行Payme 转数快 和网上可以用PayPal 记得留言 和分享 好 那我们在下一节 祝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